大家好 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ECshop独立网店开发的视频教程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还是来讲我们的这一个后台的一个基本操作 那我们这节课来讲我们的这个商品管理 我们来打开后台 先开我们的这个ftb软件 那么我们这一个商品管理呢是我们这几个基本操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小节 大家看一下我们商品管理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一个第一个大菜单里面 在第一个大菜单里面 那既然我们是做一个商城系统 那么商品管理那就非常重要的是吧 我们来看这边商品管理的话 一个商品列表添加新商品商品分类用户评论品牌类型回收账 还有这么几个批量处理 这个什么生成标签代码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看你自己 这个的话可能是投放到别人的这个网站上去 我是没有投放过 然后会有一个标签管理会有个标签管理 虚拟商品添加虚拟商品还有一个加密创 还有一个商品自动上下架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这个东西 一个一个来讲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商品列表 商品列表的话就是看一下 直接看一下然后点击这边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个排序 进行一个排序就这样子 然后这些按钮的话点击的话是可以编辑的 上下架他可以直接编辑对吧 然后这边选择之后这边可以要转移分类 让他设置为精品之类的 直接设置一下就已经成功了 已经成功了 那么我们还是到我们的 这地方来好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搜索框 直接看一下懂文字 只要认识字这边就会管理了 非常简单 然后这边一个添加商品 添加商品的话会有几个选项 有12345677个选项 8个选项对吧 这边通用信息就是一个商品的基本信息 那这边的话是他的一个所有字段 每个字段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每个字段大家自己看一下 商品图片 这边有个商品图片 我们打开一下 商品图片是说的就是哪一张呢 说的是这一张 这张才是我们的商品图片 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商品相册里面上传的 我们打开这一个KB876 我们用编辑的模式来看一下 有数据 OK 用编辑的模式 好 那么我们看这边的话 商品名称货号 如果呢 你不输入系统自动会分配对吧 然后商品分类 扩展分类的意思就是你 这个手机属于3G手机 又属于我其他类型的一个手机 就可以增加一个类型 商品的一个品牌 其他七七八八一直看下去 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商品图片 这个商品图片就是这一张 这边还会有一个缩裂图 缩裂图如果说你不上传的话 它是会自动生成我们缩裂图的 也就是这一张 好 好 这一张 对吧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通用信息 详细信息的话就是 我们对这个产品的一个详细介绍 对吧 那其他信息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商品的重量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的 这边有个上价是否引起销售 如果说你不上价的话 我们在前台还是找不到的啊 然后作为普通商品啊 打个表是只能作为普通商品 否则只能作为配件或者赠品啊 是否免运费啊 这个的话就看你是否要免运费的一些活动啊 商品属性啊 商品属性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啊 在我们的这个添加商品当中 那我们每一个商品呢 都会有一个属性对吧 比如说我们是书本 书本的话就有作者厨房社 这一些属性 这些属性是怎么来的呢 是在我们商品类型里面来的 商品类型我们一会再讲 然后这边有个商品相册 商品相册的话就是 底下的这一些啊 底下的这一些 就是我们的商品相册点进去 有这么几张 一二三四五五张对吧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也有五张 这一个商品相册图片 是吧 好 关联商品 关联商品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给这一个商品 做一个关联商品的操作啊 好 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下 有个诺基亚对吧 确定 然后 我们在这边刷新一下 这边会有个相关商品啊 会有一个这个相关商品出现 这个就是 我们的这一个关联商品的一个概念啊 然后这边有个当相关联 双相关联啊 当相关联的话 就是我这个产品会出现这一个 双相关联的话 就是我这个产品也会出现我们的诺基亚 刚才的那个产品啊 就是这一个 k876 就是双相关联跟当相关联的一个意思 配件 那么配件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还能当成配件来销售啊 那么配件的话这边可以调整价格啊 有些配件的话可能比较便宜 所以说你价格也可以调整对吧 那我我们搜索我们的手机配件啊 我们比如说这个配件变成10块钱啊 变成10块钱 我们再确定一下 刷新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相关配件 然后呢 只要10块啊 10块钱对吧 那这个美元符号是我们上节课改的啊 我们把它给改回去 确定 刷新 OK我们把美元符号改为中文的一个符号 好 然后再看我们的其他啊 其他的一个东西 我们K876看一下在哪里 应该是在下一页吧 好 第一个商品对吧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关联文章啊 会有一个关联文章 关联文章会出现在哪里呢 比如说 我们搞这么一大片过去啊 然后刷新 这边会有一个相关文章会有这么多 对不对 当然我是随便测试用的啊 大家不要这样子随便设置 连公司简介的进来了就 不是很好啊 显得不够用心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添加商品跟编辑商品 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样的 大家自己去看 然后商品优惠价格就是 商品数量超过5的时候 我的价格的话就变成1366啊 这个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些 批发操作啊 像我们的阿里巴巴你买的越多 我们价格就越优惠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商品管理 添加商品刚才已经讲过了哈 分类的话我就不多说哈 只要你认识字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是否设计设为首页的精品最新跟热门 这个设置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效果呢 我们来编辑一个分类 电池啊电池 我们查看网店到我们的首页去看一下 那我们首页精品这一边现在是没有电池那个分类的哈 假设说我把它放到我们的精品打勾啊 精品打勾确定刷新 那么这边就出了一个电池这样子的选项 当然我们电池下面是没有产品的啊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商品分类啊 然后下面有个价格区间啊 价格区间这个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的话就是 这边哈 价格200到1700就是一个价格区间 对吧 这边叫做该选项表示 该分类下最低以最高划分等级 零表是不做分级啊 最多呢不能超过十个哈 最多不能超过十个就是这一个 用来是做筛选用的哈 然后这边会有个分类样式表啊 分类样式表的话 后期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有什么作用哈 就是 呃 这怎么说呢 就是给每个商品设置不一样的类型哈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好 其他没什么了 然后分类之后是十字就能管理的啊 那么用户评论的话就更简单了哈 用户评论就更简单了 就是用户对你这一个商品的一些评价啊 直接提交对吧 成功了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用户评论啊 因为我是匿名的 然后在本地提交的 实际是这个概念 好 商品品牌的话也是一样哈 非常简单 品牌名称 品牌的官网地址 上乘它的logo 还有它的一个描述 好 这个也是非常简单好就是这样子 非常简单 然后商品类型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哈 比较重要的概念 我们来编辑一下 这边是一个书本的商品类型 书本的话有个属性哈 属性下面的话就会有这么多属性 这边可以添加属性哈 比如说 呃我的这些书本哈 我还给他加一个语言 好语言 然后这边的话是是否需要检索哈 关键值检索跟一个范围检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一个描述哈 不需要该属性成为检索条件的 可以选择不需要检索哈 如果说需要该属性进行关键字检索 那我们选择关键字检索哈 如果说属性的是一个范围的话 让它一个范围检索 那什么是关键字检索 什么是范围检索呢 关键字检索就是类似这种哈 我们灰色白色金色是一个关键字哈 一个关键字 那么我们价格的话就是一个价格 一个区间啊 一个区间的这个显示 好我们看到 都会有哈都会有我们的手机分裂下都会有一个 价格的一个区间哈 这个呢 这个呢 也是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区间 不是一个关键字搜索啊 范围检索的话就是这样子嘛 跟这个是一个一个意思啊 然后商品属性关联啊 这个就看你要不要了 就是你有相同语言的要不要关联哈 如果说关联的话也是会出现在右边 左边这个位置啊 出现在相同外观样式的商品 大概就是这样子出现一个这样子的类表 这个属性是否可选哈 好一个是唯一属性唯一属性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描述 选择当选或者负选的属性的时候呢 就可以对商品设置属性值 同时还能对不同的指指定不同的价格哈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说我们这个语言是让他当选对吧 然后从类表中选择 比如说这个是中文 然后另外一个是 一个英文的对吧 就是这样子两种语言 假设说我们选择了当选属性 然后从下面选择 好 再然后呢我们把 改过一个吧 我们改过一个 这个 把它的这个商品属性呢 变成我们的书本 这边语言的话我们就选择中文 中文的话属性价格 10块钱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么来设置 英文的话 我们加20块比较高大上 对吧 好 然后到我们前台 他的ID是2吧 不是2啊 他的ID是3 好 好 到我们前台去我们看一下 他的一个商品属性 这边的话就会有 中文要加10块钱 英文呢 要加20块钱 就是这样子来选择的 负选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说我们这个书本的属性 语言为复选 可以两个词一起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 可能这边需要刷新一下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 买中文也可以买英文一起买 好 就是这样子 好 这是我们商品类型 商品回色帐的话 也是很简单 直接商品列表 这边有个回色帐 点击确定 然后他就跑到我们的这个回色帐里面来了 好 这边可以还原 对吧 好 好 这边有个图片批量处理 图片批量处理的话 就是处理哪边呢 处理这一边 处理这一边 那么假设说 现在我这一个图片 让它变成100跟100 好 100跟100 如何来处理呢 我们先做一个小操作 先做一个小操作 就是把我们这一张图片的 宽度变成 宽一点 好 变成宽一点 那么我们来改这一个样式 样式 大家还记得吗 在我们的lims的default default里面有一个style 对吧 这边有个style sty byle 我们看一下 在这对吧 我们呢把这个gooseatom的 加上一个8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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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里面的图片的话 就是108像素了 对吧 108像素 其他我们先不管 好 然后我们刷信一下 图片 图片大了 对不对 图片大了 还不够明显 那我们给他 再加10个像素 加10个像素的图片 就是118了 对吧 刷新 好 好 这样子的图片是118 大家发现我们这个图片 有一点点模糊 有一点模糊 好 大家看着这个 我们打开两个 作为参考 一个是刷新过 一个是没刷新的 等一下大家就看得出来区别了 现在是没有区别的 现在是没有区别的 好 那么我们就来使用图片 批量处理这个功能 首先第一步 我们显示设置缩列图 变成118 好 宽高的118 对吧 点击确定 确定之后呢 我们图片批量处理 只要点击 什么都不要做 只要点确定就可以了 什么东西都不用做 那么现在就在处理我们的图片了 好处理好了 我们来看啊 现在 这边是不是比较模糊了 对不对 我们刷新一下 看到没有 高新跟模糊 看得出来吧 好 高新跟模糊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图片的 批量处理 那商品批量上传的话 就 比较少用 一般情况下 你可以下载 好数据格式 比如说我们是ECSOP支持格式 好 所属分类 比如说我要上传到3G手机 然后是UTF8编码了 这个的话比较有技术含量 比较有技术含量 所以说 我就不讲 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 有需要的话 可以研究一下 这边有个使用说明 有个使用说明 那如果说大家实在不会怎么办呢 实在不会 对我们来导出一个 假设说我们把3G手机导出 好有这么两个对吧 我们加过来 然后点击导出到ECSOP数据格式确定 好 那么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CSV格式 里面还有一个MG 还有一个MG 那MG的话就是在我们网站上下载下来的 我们打开这一个ECSOP 那么格式的话 大家就根据这个去写就好了 好第一行不要伤掉 然后第二行的话 开始你可以非常多非常多 非常多的这一个 然后这一边有个什么商品库存商品数量 他应该是导出的时候格式有点错乱了 好 那么第三个这一个是对的 第二个 这个不对的话 大家就不要参考了 我们参考对的就可以了 应该也是对的 只是他这样子应该要一条一条拉出来 应该都是对的 那大家就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反正格式就是根据这一个自己去写一大串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可以选择 这边的话就可以选择pdown上传 然后导入就可以了 当然了你的图片 图片要先上传到你的FTP里面去 这个的话可能需要一个比较有技术的人去搞就好了 那么pdown修改的话也是很简单 我们比如说选择双模手机联想的或者选择3G手机 诺基亚 这边没有哈 没有的话我们根据一个商品货号来做一下 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批量编辑 进行一个批量编辑 这边有个小错误 有个小错误没关系 这是版本的问题 就是我本地的一个版本的问题 那这边会有一些标签 标签怎么来使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标签在什么地方呢 应该在这附近啊 标签应该不是在这边添 不是在后台添加才对 所以这样虽然这边有个标签 好虽然这边有个标签 但是它是直接指定 直接指定我们的这一个产品的 直接指定产品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商品名称 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标签 我们来找一下 在这这个地方就会有个标签 指定的 假设说我们再添加一个标签 也叫音乐手机 然后把它加到我们的这一个 它的ID是22对吧 好然后我们确定 刷新一下 现在只是智能手机 我们刷新一下 那它就是智能手机 跟音乐手机两个了 然后虚拟商品我就不讲了 虚拟商品的话就是这些充值卡的 就是充值卡的 因为几乎不会用这种去充值 因为现在像逃跑那个已经非常方便了 好这边有个批量自动上下架 批量自动上下架 比如说我这么一些产品 这么一些产品 我要让它在今天下架 今天下架 刷新首页 我们现在是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说我们多刷新几次呢 下架时间是今天 下架时间是今天 我们来看一下 清空下缓存嘛 应该是已经都下架了才对 我们在前面搜索一下 这个 K876 还在 加入购物车 我们发现这个已经错 有点错乱了 这个应该是下架成功的才对 这个应该是下架成功才对 好那我再做一个实验 把它变成五号的时候下架 然后我把本地的时间改一下 改成五号 因为我服务器是在本机的 所以说我这个设置成五号 也是可以的 我们在首页这个地方刷新几次 哦 不好意思 有没有发现 他叫我们要在一个计划任务中 开启这个功能 那我们没有开启计划任务 这边有个计划任务对吧 好我们安装一下这个自动上下架的这个功能 确定一下 确定一下 星空缓程 然后在这边刷新 好再来 再回来看一下这个自动刷新的 我们让他在5号的时候批量下架 好刷新 在这边再看一下批量上下架 好已经有几个产品 这几个产品已经下架了 然后我们多刷新几次 然后再点击自动上下架 已经全部下架了 已经全部下架了 好对不起该商品已经下架 该商品已经下架